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适合宜居的城市 而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是不够的 还需要靠这种城市空间的规划 以及这种市容的美化 这些都是我们市民朋友也很重视的 但是说到这种市容美化的部分 我们市府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吗 副局长 那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 我们大概我们台中市政府 就是从我们市长上台以后 就一直要求说这个城市的一个景观 非常的重要 要打造一个宜居的城市 必须让人家喜欢这里 那事实上公园对一个城市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要建设一个公园它没有那么容易 它有土地使用分区的问题 那土地所有的问题 所以必须要透过都市计划法或者是征收的方式 那其实都是旷日费时 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去打造这个 我们所谓的公园 那我们这个方式呢 就仿效这个西班牙 我们在他们在1992年的时候办理奥运 他们就是透过一个叫做所谓的都市遵究法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去打造一个小型的公园 那它一来不用去涉及到这个土地所有的一个移动的问题 也不用涉及到说这个地幕的问题 只要是我们的所有人他愿意就是说把一些闲置不用的土地 先提供一定的年限 那出来给公众来使用 那政府希望去给它补助 那就变成大家可以共同来这个享用的一个空间 那所以我们因为要执行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也定了两个自治条例 一个叫做一个是空地管理自治条例 一个是环境清洁维护自治条例 也就是说我们土地的所有人管理会使用它 对这个土地的一个管理负有一定的义务 也就是不能让它比如说草不能长超过50公分 那上面有不能飞去什么 这个如果有违反的话会被 我们是有处罚的条例的 1200到6000元之间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要有一个诱因 让地主认为说我这个地如果说没有办法经常性的管理 那也不打算马上去变卖 那事实上可以我们有一个透过空地管理制条例 这个工具我们可以让地主可以减税 就是说提供一个减税的诱因 那所以大概我们是透过这两个自治条例 来达到说我们打造一个小型公园的一个目标 是 刚刚副作有讲到这个都市针灸法 其实市民朋友会很好奇 都市针灸法跟这种我们所谓的那种盖公园 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什么样的优点在吗 都市针灸法就是我们的土地的 所有人管理或使用人 主要是所有人 他只要是愿意提供出来就可以了 大概我们的规定是三年 那由政府机关去打造一个小型的一个公园 那真正的公园它就 我们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温馨公园或者台中公园 它就是必须要透过一个都市计划的方式 那也可能涉及到私人土地的时候 就变成说要有征收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会旷日费时而且要花很多钱 像我们现在这个利用都市针灸法 来营造一些公园 我们大概平均每一公顷大概在700万之内 就是说其实这个速度快 大概都是在半年内就可以做完 而且花的经费是非常少 那是不是请傅州来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 好 第一个是我们要分享的是 乌丰区本堂里的体监中心旁的这个案例 那它的面积大概是大概300平左右 那因为这一块地 因为过去各位可以看到在绿美化之前 它是一个褂络的 那褂络的地就自然会有一些人去停车 对 停车 停车 车子跑来跑去会有阳城 那附近的会造成附近居民的一个困扰 那后来这个我们跟公所来结合 还有礼办公处来结合 花一点钱 它其实这个大概几十万就处理好了 就是把它绿美化之后 然后那个礼办公处 就是礼长他会带着我们的一些志工 来这边做任养 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说一个社区的一个小型公园 这是一个 变美了 对 那它这个就是说有我们收益的人口 大概有 就这个礼大概就是最直接收益的人口 大概有七千多个 那第二个案例有跟各位观众分享的 在后礼 后礼礼 那这个一样 我们其实这个大概有三百坪 这一块地 那绿美化之前呢 是杂草重生的 那因为这个地主又住国外 附近的居民也不便去帮他除草 也会怕有一些纠纷 是 私人土地毕竟不是那么方便 那也透过我们当地的一些士绅 还有我们区长 里长 那共同来跟这个地主来协商 那征求他们同意之后呢 打造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型公园 那这个小型公园它其实还蛮有特色 因为它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后礼 就是萨克斯丰的一个故乡 所以这个清晨黄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附近的一个居民 去那边深散步 也练习一下这个萨克斯丰 所以这个都是对我们的环境的效益 或者说对我们的附近居民的一个休闲空间的增加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样一个绿美化之后 其实我们市民朋友就多了一个可以休闲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我们市府在这个空地绿美化部分 其实已经来推动三年了 这三年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成果 可以请副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三年来我们大概有100处27区 大概几乎每一区都有 有100处 那已经完成的有79处 那我们绿化的面积达到23.8公顷 那差不多是2.6座的这个温馨森林公园 那我们收益人口大概有40万 那每年的减碳有547吨 那PM2.5也减少到1.6吨 所以整个整个的一个效益 其实我们只花了大概一万一亿五千多万 其实平均下来大概每一公顷大概是600多万 其实这个是非常具有这个效益的 其实这样的一个绿美化过后 其实对我们市民朋友是帮助的比较多 那如果像我们市民朋友 他们家里可能也有空地的话 也想要来绿美化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申请的管道吗 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区公所来洽谈 那我们的补助的上限是100万 那面积就在2000平方公尺以内这样子 大概就是600平以内都可以 所以我们市民朋友如果想要申请的话 也可以来跟我们环保局来申请 那像在未来的部分 我们附助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 未来是针对这个空地绿美化的部分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吗 万岛的小花博 那意思是说我们在每一个里 我们都补助2万到8万不等 就是让配合我们整个花博的 这一个我们的一个开展 让每一个里都有花博的感觉 就是说营造我们一个视觉的美感 那所以它除了绿美化以外 也包括装置艺术 包括彩绘 那等于说让我们这一个 让我们的一个绿美化的一个 的成效能够在全市各地 都能够遍地开花 让每一个到我们这边来的游客 都会觉得说我们台中市 处处都有一种很美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目标 透过这种绿美化 让我们城市处处开花 遍地开花 闲置空间美化成绿地 不只是绿化我们的环境 也美化我们的市 今天谢谢副局长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也谢谢你的收看 台中大未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